面書和推特星期三阻止用戶分享 《紐約郵報》爆料拜登父子醜聞的文章 引發熱議 美國聯邦參議員喬什·霍利星期四表示 美國用戶應該能夠起訴這兩家公司 並督促結束保護社交媒體公司的第230條規定 霍利星期四晚接受霍氏新聞採訪時說 如果您不可以傳出這紐約郵報的文章 您應該可以罵他們 霍利又補充說 用戶對其他公司進行這樣的追責是可能的 但是對推特、面書和谷哥這類公司追責 目前是不可能 因為他們從聯邦政府那裡 獲得一個特殊的甜蜜的交易 霍利補充說 這些就是為什麼他們變得如此龐大 和強大的原因 他們不是靠自己做的 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壟斷企業 是因為20年前 政府給了他們這個甜蜜交易 現在是應該結束的時候 但是對,我們現在是有些人的 所謂的 我們在家中的手上 我們要去做的 我們要去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